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人工智能变声软件 例如实时的将声音变成这样 实际上在这些智能变声软件出现之前 我们变声都要通过调整音频编辑软件里的效果器来完成变声 而这个过程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太过复杂 所以直接将效果集成在软件里 而且能够实时的使用在视频通话 直播录音当中才是我们普通人的最爱 Voice Mode是近几年最火的AI智能变声器 当然除了变声以外 软件还内置了许多的特殊音效 无论是在个人录音直播游戏当中 都能看到Voice Mode的身影 对于中文用户来说 进入Voice Mode的官网之后 首先要做的是改变网站语言 设置为中文 然后直接点击下载 首次进入软件会自动调出音频设置界面 先选择你用于录音的麦克风 然后选择播放设备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电脑自带的扬声器 设置完成后进入软件主界面 如果你在安装时没有将软件语言设置为中文 可以在Setting选项里将软件语言重新设置为中文 在主界面下我们会看到 今日免费声音版面下提供的免费声音模块 这些免费声音模块会根据上方的时间提示 不断的更新 升级为复备版后会解锁下方所有的声音模块 在确定你的麦克风和扬声器设置正确的情况下 点击打开自己的声音 这样我们任意点击一个声音效果 你就能从耳机或音箱中 时时听到不同的变声效果了 在面板的右侧 我们还能自定义该声音效果的音调 混合效果的程度 声音量的大小 一些特殊音效还提供了背景音效 如果你不想听到背景音效 可以在下方选择关闭 要清楚当前的音效 点击Clean 或者关闭变声器按钮 就能恢复到我们原本的声音了 除此之外 Voice Mode还提供了很多的特殊音效 这些特殊音效在直播中非常有用 相当于一个实时的调音台 我们还可以自定义添加自己电脑本地的音效 加入音效库 以上就是Voice Mode免费版的基本功能了 我想很多朋友会说 不错 这东西确实很好玩 但到底怎么玩 例如如何将变音效果导入直播当中 或是将变音效果录制下来 在播客中使用 在微信语音视频中能不能直接使用 首先我们先来看微信 就电脑版的微信来说 在设置中并未提供语音信号设置更改选项 所以我们需要在电脑本地的声音设置选项里 将麦克风输入选项设置为 Voice Mode虚拟音频输入设备 就是这个Voice Mode Virtual Audio Device 这样你在使用电脑版微信的语音 或视频通话功能时 就能实时的利用Voice Mode软件 所生成的变音效果了 对于直播而言 我们打开直播软件OBS 在麦克风的设置选项下 我们依然选择Voice Mode的虚拟音频输入设备 作为音频输入信号源 这样在直播时 就能实时的使用Voice Mode的变声效果了 这时我相信朋友们已经大概明白了 Voice Mode的主要作用了 作为第三方的实时变声软件 它会生成一个模拟声音输入信号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信号源搭配各种软件 达到实时变声的目的 所以针对录音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无论你是使用电脑系统自带的录音机 还是第三方的录音软件 例如Adobe Audition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声音输入设置里 将声音输入信号更改为Voice Mode虚拟音频设备 录出的声音也就自带变声效果了 另外如果你想在语音电话直播当中 随时切换不同的变声效果 自由的使用Voice Mode 就一定要设置属于自己的快捷键了 有了快捷键在不使用鼠标 不看软件界面的情况下也能快速 实时的在变声效果 特殊音效正常声音之间来回切换 达到最好的娱乐效果 来自Miphone旗下的MagicMac 是近期崛起的实时变声软件 Miphone是一家位于中国深圳的软件公司 它的主用业务好像主要是针对 苹果和安卓手机的数据应用开发 但它的多媒体软件也十分亮眼 除了变声器MagicMac 还有文字转语音 视频图片去水印 在线视频编辑器 音视频格式转换等软件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就变声器MagicMac这款软件而言 目前它同时支持Windows系统和苹果系统 它的软件界面和Voice Mode很相似 但是没有提供中文语言界面 不过我相信通过刚刚对Voice Mode了解 使用这款软件语言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和Voice Mode一样MagicMac每天也提供不同的免费声音模块 在Setting设置当中 我们也需要对麦克风和扬声器进行设置 如果你的录音环境比较嘈杂 可以打开下方的噪音去除选项 减少背景噪音 下方的这几个按钮分别也是听见自己的声音 变音器开关 背景音效开关 和Voice Mode不同的是 在声音自电音方面 它提供的选项更多 更丰富一些 除了音量和音调以外 还能调整音色 在精细调整面板下 可以调整声音细节 甚至还有一个声音频率EQ均衡器 调整声音的各个频段 在音效库方面 除了音效效果 还提供了很多人声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在软件的工具箱里 可以直接打开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他iPhone的产品 像是去背景抠图 文字转语音等等 相比Voice Mode 我认为Magic Mac最突出的功能是 文件导入变音功能和在线录音功能 这都是Voice Mode免费版没有的功能 我们可以导入本地的音频文件 二次加上变音效果 这样我们不用实时录音 也能对任何文件进行变音处理 有了在线录音功能 我们不用再借助第三方录音软件 可以直接在软件内实时录音 生成变声录音文件 在配合第三方软件使用方面 Magic Mac也会生成一个虚拟音频输入信号 在声音设置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做Voice Changed的信号源 就是Magic Mac生成的 和之前的方法一样 当需要直播通话时 直接将该信号源设置为相关软件的 麦克风输入信号即可 相比前面的两款实时变声软件 Clungfish小丑鱼变声器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变声软件 它目前只支持Windows系统 在下载页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Windows系统的位数 选择32尾或64尾的软件 软件下载完成后 点击打开 注意这个应用没有直接的软件界面 我们需要在任务栏的右侧 右键点击打开 对于我们中文用户 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界面语言 改为中文 然后找到建立选项 打开第一项系统设置 在系统设置里 加载我们用于录音的麦克风 这里的install就是启用的意思 麦克风启用后 打开听到麦克风选项 然后打开设置语音转换器面板 任意选择一个变声效果 就OK了 这是小孩的声音 嘿嘿嘿 嘿我是老张 变声模型下面有个效果混合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变声效果混合起来 最多可以添加四种不同的声音效果 这个效果生成器也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将不同的音效添加入变音效果里 至于下方的环境音效 则能产生不同的回音效果 在声音播放器里 Clungfish也提供了一些特殊音效 除此之外 通过音乐播放器 还能添加背景音乐 和前两款软件可以直接生成单独的虚拟声音 输入信号不同的是 在该软件启用的状态下 Clungfish将变音信号直接加载在了 我们正在使用的麦克风信号上 所以当我们配合其他软件使用时 直接选择正在使用的麦克风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 虽然Clungfish在软件界面方面显得有点简陋 但总体的功能却一样不少 最重要的是它是完全免费的 实时变声器在直播录音的场景下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娱乐方式 不过随着这些人工智能的声音模型越来越逼真 尤其是加上声音克隆技术和视频深度伪造变脸技术 也让网络诈骗变得越来越不可防备 所以我想在不远的未来 可能人为人的交流又会慢慢的回归到现实中来 好了 视频当中提到的三款变声软件的下载链接 我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或留言区里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使用 我是老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